台南市議員林怡婷和母親來到殯儀館不發異語 儘管因民俗孕婦不適合到殯儀館 但林怡婷還是腰間綁著紅線避免犯衝 堅持殘與厭屍 就是想釐清槍手是如何凶殘的 殺害父親林士傑 警方在離海邊不遠處找到被燒毀的作案汽車 原本以為槍手可能偷渡出境 但後來發現槍手在燒毀汽車之後 是開著另外一輛車來到了高雄大樹區 再次汽車前還用鹽酸刷洗車內 接著在騎汽車逃逸行蹤沉迷 只是為何選在槍擊不遠處放火燒車 還連槍支都一起丟在現場 這是不是顧不宜震 誤導警方來增加逃逸時間 另外埋伏後近距離開槍 在汽車火燒車 這和去年一月桃園角頭郭信一 召開騎槍殺害案 手法幾乎一樣 當時的槍手至今還沒有落網 有沒有可能是相同的槍手受雇犯案 從我們一開始在採政到現在 這個歹徒真的是非常縝密 而且很小心 這個幾乎沒有破綻 但是我有信心來破這個案子 海巡單位也加強查氣 阻止槍手偷渡的可能 只是面對有計畫性的犯案 刑事出身的台南市警察局長廖中山 如何突破找到破綻 避免和桃園郭信一案一樣無法偵破 真的是相當大的考驗 東森新聞在台南綜合報導